好有关于金华城的案子呢 今天检查他们是搜索了高达43个地方 包含了威京集团的总部 以及威京集团的这个主席 沈庆金的办公室 还有他们同东大楼 B1的子公司顶月等等 而其实呢 威京集团他们的旗下公司非常的多 跨足台湾跟海外 那其中他们负责的项目也蛮广的 包含上是金融房地产以及能源等等 而最知名的两个企业呢 就是中华工程以及中石化 那今天搜索的消息曝光之后呢 中石化跟中华工程 他们也同步发布了这个众讯 表示说呢 一切都会配合检调的调查 并提供相关的协助 也强调说目前的搜索的进度呢 没有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及营运状况 不过就跟最了解呢 这个中华 中石化公司 他们是金华城的最大股东 有外界都质疑 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延烧 影响到中石化呢 对此中石化也强调说 这一些呢都属于股东的个人行为 目前跟公司呢 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至于目前这个 微经集团的搜索进度呢 都还在进行当中 已经从早上持续到现在了 是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相照其他类似的案件来讲 的确是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那这个微经集团的这个主席呢 选庆街稍后也会被带到 连政署来进行征讯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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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